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湾可以做的 在印度不可以做 有些事情在印度没有犯法的 在阿拉伯犯法 你有时候在阿拉伯做的事情 在美国不可以做的 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法律 限制你的某些自由 因为每一个国家造作他们的国情 传统 民族 社会 风俗 并的一些伦理是相对性的 所以这个国家的法律不一定适合那个国家的法律 有人呢 我们在印尼 那个落地天签证 15分钟就可以拿到了 但有时候到马来西亚去 一个钟头都还没有拿出来 我就对他们说 你加卡尔塔 里面不一分钟 没了 他回答说 你加卡尔塔 你加卡尔塔 他说你现在在哪里 你说加卡尔塔 不要告诉我加卡尔塔的事情 我们这里不是印尼 意思是什么呢 那边那边的法律 这边这边的法律 我也没有话讲 我不能跟他辩论 等下再拖两三个钟头更麻烦 好好好 这边不是这样 我吃了 谢谢 我没办 走了 每一个国家不同的法律 但是竟然有一句话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没有一个法律在全世界禁止 你说我要喜乐 不可以喜乐 喜乐是犯法 哪里有这样的事情 我要和平 不可以和平 要吵架 和平是犯法 没有这样的国家 对不对 所以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劫志 大家说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劫志 没有律法禁止 仁爱的反面 就是什么 仁恨 喜乐的反面 悲哀 和平的反面 是什么 照样的 是烟丑 然后呢 和平 仁爱 喜乐 和平 仁爱的反面 激躁 以后呢 恩慈的反面 是什么 就是 多恨 恩慈 良善的反面 邪恶 信实的反面 不忠 温柔的反面 刚逼 劫志的反面 放纵 那些一定违背任何一个国家的律法